童子们请听题 请问这两个哪个是瑞信呢 现在公布答案啊 严格意义上讲都是 一个是最原本的我们熟知的瑞信 那个是泰国那边偷咱们的泰国瑞信 真的是改都懒得改啊 这就是最近闹了沸沸扬扬的瑞信咖啡被山寨的事件啊 这个太魔幻了 这事儿也追溯到2021年 当时呢就有在泰国的国内网友就发现 咦这瑞信是开到泰国了吗 你们就瞅这包装 乍一看还真以为是瑞信开的海外饭店呢 所以不少国人都打卡拍照上传到了网上 也因为打卡的越来越多 到了2022年8月 咱们中国瑞信咖啡就发现不对劲了 开始正式辟谣了 说泰国瑞信是假冒的 而且他们已经开始走法律程序了 那到这儿不少人才反应过来 好家伙 原来这是个山寨冒牌货 抄得不要太过分 咱们的瑞信呢路头是朝着右边的 那泰国的假瑞信呢 直接整了个镜像啊 把路头朝左 甚至懒得动一点脑子 另外他们连线下的门店 都跟中国瑞信设计的一模一样 杯子手提袋的包装就更不用说了 这波案子在泰国省了一年多 谁能想到啊 就在这个月月初 人泰国法院竟然判中国瑞信咖啡败诉了 更谋患的又来了 就在昨天有多家泰国媒体报道 这个泰国山寨瑞信 去法院起诉要反告瑞信一笔 说中国瑞信多次强迫他们停止使用商标 他们这一年多打官司花了不少钱 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关键他们还倒打一耙 说中国瑞信侵犯了泰国瑞信商标 所以要求中国瑞信咖啡 赔偿他们经济损失100亿泰铢 也就是20多人民币 现在的最新消息是 今天瑞信官方回应了 说消息正在核实中 完了还用泰语补了句 好好好 这么玩世吧 你说这离鬼咋得这么理及气壮呢 半个多月前这事上热搜的时候 就有小道消息说 说这个泰国瑞信 有皇家和军方被走 就注册泰国瑞信商标的 这家叫做泰国皇家52集团的公司 这个公司在2018年 就把瑞信的商标在泰国抢住了 这两年在泰国陆续开了 十几家瑞信的门店 今年12月1号 就这个月1号 中国瑞信败诉的消息传出来的时候 就有不少人说 这个泰国皇家52背后水挺身 我上面有人 更奇葩的是 还有人查到不光瑞信 什么TikTok 农夫山泉 周大福 不少知名商标都被这个公司在泰国抢住 这么猖狂的操作 难不真是真有背景吗 不过泰国官方那边倒是很快辟谣了 我看有媒体采访了相关人士 人家说了 这泰国皇家52公司 没有什么皇家军队的背景 根据政策 任何企业注册名字的时候 都能用皇家这个词 那他们一个山寨的为啥能慎诉呢 说到底还是因为在泰国合法 因为在东南亚 各国法律对商标的保抢力度也不同 商标抢住 在东南亚市场不要太普遍 按照泰国的法律 泰国瑞信是先在泰国注册完成的 那他就有权利在泰国从事该领域的业务 这么看 中国瑞信想在泰国维权 挑战不小 今年来啊 咱们国内很多企业都在出海 比如某多多的这个TiM 这个软件在美国真的是大杀四方 还有密血槟城 不知不觉在海外开了一千多家店了 隔着东南亚都杀疯了 而瑞信也是今年才开始布局海外的 今年三月份呢 首战开在了新加坡 那这次瑞信打假失利这件事啊 咱们中国企业也该趁机长点心 版权一时得直愣起来了 多了解各国的政策 该注册注册 该保护保护 毕竟有的人啊 他就是仗着在国外 那啥都敢偷啊 像政府遇到这么个无赖啊 不光偷你的logo 还要讹你的钱 这多个瘾人啊